好 那就继续讲 讲第三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就是 打完一场风又打一场雨 几天后 下个星期就开始搞缤纷的事情 下个星期就是了 那会不会再打下风下雨的吗? 不排除了 今年就是潤月了 天气比较差 好像是八月有时来最多雨的一个 最多天阴下雨 最热 有时来最热的一个月 都不太健康这个月 我都病过了 但是无所谓 个人就 整个政府或者整个社会 经济情况就是一月倒到现在了 九月了 毫无起息 一个月前已经说要行动了 是吧? 两个月前都行动了 但是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两个月来做过什么呢? 就是搞搞人家的老母 搞搞人家的那样 是吧? 不听我说了 叫你低调处理员工 搞议会的事件 你不理他 他都没什么 当然他还没做 暂时好像没什么事 叫你不要理他 好啦 你别理他呢? 该做什么?韩 miracles都不做 依然是 是你 加上林定国 几个人很紧张 一定要这样那样 你不理他又没事 冷处理就行了 好了 原来是有事的 人家开始就说 国安没问题 为什么你的经济有问题 现在国安没问题 经济有问题 你搞不定 好了 又要动用警察思维 安排一切 要搞一门夜市 有些看法就是北京都要 因为最担心香港是看数据 卖地一直跌下去 一环扣一环 那你没有钱了 卖地卖不了钱 证费没有了 证费没有 继续用储备顶住 你储备拿来顶住 没有钱费 那你搞不到北部大鱼那些 就是大鱼和北部大发展 大湾区发展 就是搞不到这些了 那怎么样 跟着这些问题一层一层出来的了 阿超怎么办呢 那就叫阿超你快点搞一下没香港经济吧 没有事搞香港 让些人 我觉得好什么的 我们在基层就知道 很多已经是缩的了 是不是? 一路这么缩 缩了几个月 我们不停警告 叫你做一下正经事 是不是? 不要经常搞搞那些小孩 别搞搞别人的老母 叔叔、阿宗、朋友仔那些 别搞搞政治 搞经济 一年前就叫你早点快点 当权取消限聚令 取消打针令 你看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本来就应该是看到的 是你没用 一路拖到 严格来说是半年而已 不用戴口罩 是不是? 多久啊 根本就多鸠鱼 一旦没戴口罩 那些人每个都生猛了 但是呢 也都出现现象 你不知道的吗? 现象就是那些人开始不出夜街了 那你以为叫他出夜街是可以的吗? 但是整个经济气氛又不同了 一向都说是危险的 你越是早做这些事情 越早知问题 越早知应对 现在开始 出事了 现在才说搞 还是一个月前讲一个月后的事情 才搞这个 搞夜市 我请问一声 现在这个政府里面 有多少个人是懂经济的呢? 包括陈文波啊 那个什么 丁世宇啊 财经事务这班官员 有多少个人懂经济呢?从来都不需要懂的 因为他只需要量日为出 香港经济是自己搞定的 很灵活的 但是今天已经不是这回事了 不是这回事 就靠你计划经济了 我们从来都不喜欢计划经济的 是不是? 我们要出去夜街 自然有人想出去夜街 就有人搞夜市了 自然香港会有这个夜晚的生活了 旺角那条女人街 难道你搞出来?不是你搞出来 中文带的不是 因为七何年代 我们最清楚了 没有娱乐 跟着欠缺一些平民的地方 可以去 那个是停车场来的 日后 但是停车场到六点钟就要走的了 收费停车场 那里就刺了 那里就开始搞夜市了 在那里搞小贩了 那当然也有黑社会的介入了 但是它的运作量很多年 什么时候开始不奇 我真的要研究一下 以前住港岛 我真的不可以去 我小时候 那都是一个热闹的地方 但是金融中心就不搞这些东西 你要知道的 因为这些东西不干净的 而且黄岛独跟着来的 那些地方 因为又有黑社会滲进去 然后去找食 但是现在都要搞了 都不要说出来先啦 出现黑社会 收片 跟着人 那现在很有趣的是收钱的 万几元整个摊位的 那想得很美好的 那开始当然那些人关 当然那些人光顺了 怎么也好 其实这个概念好像连销那样 现在准备在不同的区 轮着弄 很快就会做了 那如果近两元车 我都去观摩一下 但是这么多了 我们的习惯会不会改变呢? 全是每个人的消货集团是否政府可以安排到的呢? 现在想一下这件事 我们以往 为什么要定贵呢? 因为人们要买地 炒 弄到这样 自然出现的 所有商业中心都是那些商人想出来的 做什么生意是商人想出来的 什么时候是政府安排的呢? 单单是说要搞这个夜宾分这件事 本身的基本概念就已经问题大了 问题大 为什么你不弄回头 是要搞一下 觉得了 这次就问一下李嘉诚 其他啦 你就看了很多契弟做生意的嘛 田北辰那些都是做小生意的嘛 有这么多民建联的商户 我开一个经济会议 讨论一下怎么搞咯 你不觉他有做过这件事 然后就不知道怎样几条茂里 黄元山就是这样 闪着门就量了 搞惹事 纷纷惹事 那么他的构思都不是很差的 我觉得 就搞一次咯 等于去年就搞过这些经济高峰会 搞的时候也有一些新闻的 但是我们也有些东西说一下 跟着搞一些什么棵篮球赛 大家记得了 就这样搞 扔了那些钱下去 跟着就没有放卖了 现在也是 现在搞这些纷纷的事情 还有各个区去搞 各个区去搞到那个区的人 那个礼拜可能高兴了 在湾仔区搞 那就变成了北角中环 这样一头一尾 铜锣湾 铜锣湾这样 到台湾 又北角 总之呢 前后两个区 那香港又怎样 走去观塘 观塘就是东区的那个 牛头角上面 那些人会去咯 那我会不会去呢? 如果有大压底 我回去怀旧 可能我去一下吧 或者你搞一些特别的表演 那些平价的食物 特别的粥 我都不会去的 我是怪一些的 但是我代合到一般人的心理嘛 因为很多老东西都得够闲的 那你如果有些活动 这样他可能会去的 但是呢 这个是不是一个救市的方法呢? 你变成一个长期的习惯呢? 你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要那些人改变生活习惯 天天出来东西 那现在一说的是什么时候呢?19年、20年的时候 还有这些习惯 那你是不是应该回复那时候的社会习惯? 包括可以在街头上拉奔奈、做表演、唱荣光这些呢? 一定不行 只是叫你出来消费 那你都知道了 你有办法叫人回铜锣湾先吧 是吧? 去旺角、女性街 那些地方 现成那些都没有办法 走习惯的 去习惯的 你先搞门那里 然后再说 现在不是 特地去这个区、那个区、海边 周围找地方 他好像说每个礼拜不同 是不是? 是不是最近放在烟花店?可能的 你喜欢的 但是我再问了 那你究竟这个政府本身懂不懂做生意? 不要说阿超这个政府了 以往哪个政府都不是做生意的政府 从来都不是 那些公务员没有做生意的意识 没有的 也不需要 不应该 是吧? 突然想着这些事情 百分之一是计划 你知道大陆是这样的 大陆做事 分钟是大陆那些中联版的经济部 港澳版的经济部 量度出来的东西 然后想到很好美好 就叫你 你知道 那就是小圈子里面 阿超又不懂 又不敢不整 那就做了出来 我们很快就看到这种计划 说经济去救香港的夜市的做法 是行不行 是不是? 作为我都有一个A-level的 经济拿贷款的人 以我粗钱的认识 只有很多人 很多那些炒仔 说财经那些 其实他没有正宗的经济常识 也没有真的好的观察 不过说故事说得好 就做了财演 做了什么? 那么不要理人了 但是在经济学来说 最难预测的事情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有没有听过? 就是人的消费行怀 所有商人 你问一下李嘉诚 他日日用尽心力去想 就是怎样刺激那些人去光顺我 怎样? 这些本身做商界好 你做小商人也好 小如我做这个视频也好 怎样令人听? 就是最重要的 突然间李嘉诚就搞了视频 你看看能不能做到3、5万人订阅 平均又分了1、2万人听 那你很有成就啊 超哥 给你一对专家 包你做不到出来 是不是?就是 现在就是那十多二十个KOL霸出市场了 你逼到三、两千收市 和德国人竞争都不行 我包你不行 不行就不行了 因为你不是那犯了 是不是? 警察底 你讲和警察有关的事情 怎样加强保安呢? 哇 他有很多想法 而且一定成功实际做到 不顾一切 但是讲经济呢 包你不行 是不是? 不过这样 我就不是鼓吹的 我觉得年轻人可能借这个机会上街也好 就是重拾这个 因为穿黑衣服 我来消费 你看着就行了 如果有些年轻人借流借路在那裡 拉二胡唱荣光 什么都好 或者小众都好 小众都好 就是在那里围在小圆子那些八十后 以前的八十后是老了 八十后现在已经变了老东西了 在那里做一些聚众的事情 是不是? 大家谈一下 交谈一下 那麽就有国安盖上来的 是不是? 只准你消费 花钱 那哪是? 哪是以前的香港? 以前在西洋菜街或者在 那些 总之是那些行人派 是可以自由有表演的 自由表演包括政治那些意识的 诉求的表演 街头骑这些 这些我们不可以给香港人呢? 总之呢 你有办法呢 令到香港回到19年那时候 这样的社会气氛晚上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奇都会冲出来 除此之外呢 我看不到 想不到你叫我们出来的理由 除了好奇 但好奇一晚呢 两晚很多了 去看一下 我说 也许会的 是不是? 我要了解社会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听呢 我几乎肯定 又是一个失败的计划 那你会看到阿超 什么计划都是失败的 引入外労失败 医护又失败 接着公屋又失败 接着搞个打床锋 又看到他们的人 每个都没有作妇 诸如此类 搞什么不像样 搞什么都不像样 难免是这样的 而这个纷纷之后呢 就到十一国庆了 很快而已 两三个礼拜 那阿超最后 不知道是最后还是什么 北京要... 接着就要... 十一月了吧 要决定谁去CAPEK 诸如此类 肯定他现在都不知道 他自己都没有底 但是他知道 不会不去 老乘都去的机会多,香港也都派人去,不过没有他份,机会越来越渺茫 这么多东西,本来更加需要你努力,但是看来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继续观察着,好了,说完了,今个礼拜限制着 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刚好,下星期继续,坏事回顾了